大家好,我是Chris 那么前几天有人问我 就是针对最近一个台湾学生 殴打老师的这个事情 我有什么看法 当然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 就马上跳出来说 这个肯定是父母没教好 而这位学生的爸爸呢 他的公开言论也确实不是一个 身为人父该有的一个榜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结论 稍微片面了一点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从事 这个教育工作的时候 我就一直认为 学校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所有在学校里面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你绝对都能够在社会里面看得到 而社会里面不光是打人 以下犯上 杀人 吸毒 还有等等的 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 所以一旦这样子想的话 那学生打老师 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是不要误会 没什么好奇怪 不代表这件事情是对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们必须去解决 那么学生不尊重老师 甚至出手伤人 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件事情 那么在我开始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话 我的频道主要会分享 我对于教育的一些观念 还有小技巧 以及我对于一些事情 还有时事的一些看法 如果觉得我的内容还不错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还有分享 然后马上开始 首先 如果要解决问题的话 我们就必须知道 这个问题的根本到底在哪里 照着我刚刚说的 学校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依照这个逻辑来说的话 那么校长就相当于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老师可以算是执法人员 那么说到执法人员呢 我们来看看台湾 最近的一些社会新闻事件 不理会权威 只会拿人权来说嘴的事件有多少 就拿警察来说好了 不尊重警察的人有多少的 因为法律太轻 结果让警察徒劳无功的事件有多少 因为这样子而造成警察很难办事的事件 又有多少次 应该很多吧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必须服从权威 如果觉得不合理 你绝对有权利用震荡的管道去做争取 但是这不代表 你可以将所有挑战权威的行为合理化 当执法人员不被受到尊重 你让他们怎么去执法 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你把警察的枪拿走 你就会被枪射死 所以当我们的社会 到处都是这种挑战权威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还一直看到了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肯定会觉得 权威是可以被挑战 而且就算挑战失败 也不会有多么严重的下场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想法 因为类似这样子的事情 一直在我们身边上演 所以在这方面 我就觉得新加坡政府 是做的算是挺好的 虽然有很多人都抱怨政府管太多 什么东西都要罚款 但是治安良好是必须要付出代价 我们如果想要治安良好 可以不用那么担心人身安全的话 执法就必须严格 如果觉得不公平 你可以挑战权威 但是一定要用震荡管道 反观台湾的话 法律太轻 有时候法官叹的也轻 如果犯了错 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的话 那我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我高兴 反正没什么大不了的 警察能拿我怎么样 老师能拿我怎么样 所以学生打老师 当然家教不严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是如果要讲更深层一点的话 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包括你我在内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改善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从根本来说 还是必须从法律 从规则来做一个全面性的处理 台湾的民主自由 说实在的是很好 但是只有那些懂得自我约束的人 才配得上自由 最后我还想说 如果有其他人想要顺着我的话 来批评台湾就是一个鬼岛 什么就是因为民主太自由 所以才会那么乱等等之类的一些鬼话 你们这些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再重复一次 学校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你们是你们国家社会的一份子 如果不想看到你们的孩子 做出一些荒唐的事的话 先管好自己的嘴巴 不要给自己国家丢脸 那么今天我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就在下面点一个赞 让我知道有什么其他想法的话 也欢迎大家留言 然后呢我们一起讨论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